二大食物堪称骨骼粉碎机 医生,你若爱吃,骨头慢慢被掏空 骨质疏松在许多人眼中 一直是一种可治可不治的骨病 确实骨质疏松前期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症状 而且也丝毫不会影响生活 可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抱着这种心态 才会让病情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骨科教授表示 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偷盖高手 其实有非常多 如果你还在无知的往嘴里送 只会加重你患上骨质疏松的概率 而原本就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 则会促进病情的加重 从而发生骨折、骨痛、骨裂、偏瘫等 并发症的严重者不在少数 济南的王大哥今年53岁了 自己在30多岁 才得了一个自己梦寐以求的儿子 这十几年王大哥一直在为儿子的以后奋斗着 也算是做得非常不错 混了一个小包工头坐着 王大哥和妻子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谁见了都夸王大哥娶了个贤惠的媳妇 每次王大哥从工地回来 妻子觉得王大哥在外面赚钱辛苦 妻子知道王大哥爱吃红烧肉 所以几乎隔天就给王大哥变着花样的坐着吃 这不今年雨水异常的多 工地无法开工连续歇了大半个月 这段时间王大哥每天不是出门打打麻将 就是约着兄弟们喝个小酒 妻子也是想着好不容易歇这么长时间 每天都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可喝的时间长了 王大哥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些变化 整日腰酸背痛 晚上偶尔还会腿抽筋疼的无法入眠 刚开始王大哥还以为是自己太久没运动导致的 没想到一次摔倒彻底打消了他这个念头 王大哥这天下午和往常一样 撑着伞准备去麻将馆走到一个拐弯出石 因为地砖太滑 王大哥当场就摔了个仰八叉 腰部也随即传来一阵刺痛 并且王大哥发现自己怎么使劲都起不来 好在路过的好心人帮助王大哥叫了救护车 医生检查过后才知道 原来王大哥腰椎骨折了 并且伴随着严重的骨质疏松 检查结果上显示骨密度已经低至-2.8 王大哥非常不解自己干工地的这么多年 身体一直非常好怎么可能会患上骨质疏松 经过医生问诊才知道原来是王大哥这张嘴害了他 红烧肉这种家常菜里还有大量的油脂和胆固醇 大量的油脂不仅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 还会导致骨量流失加速骨密度降低 而王大哥迈入50岁正是骨量流失的时候 没有及时补钙反而去使用这种伤害骨骼的食物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骨质疏松 骨科教授平时坚持摄入遗物 保你骨骼越来越健康 骨质疏松不攻自破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50岁以后 骨量都会开始慢慢流失 这时要做的一定是补充钙质和骨骼所需的营养 而巨木饼胺一定是不二选择 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体骨骼密度 稳固骨骼强度 巨木饼胺给骨骼输送的大量钙质和胶原蛋白 都来自于它两个优秀的成分 牛、羊、脱骨胶原蛋白钛和乳矿物盐 人体吸收后可以有效地促进造骨细胞活性 重建和修复骨结构从根本上改善骨质疏松 每日坚持摄入一到二例 骨痛、骨折、骨裂也可轻松改善 骨质疏松绕道走再也不是梦 二大食物堪称偷盖王骨骼医生 许多人还在无知地往嘴里送 一、肥肉 肥肉里含有大量的油脂和胆固醇 胆固醇对骨质疏松症的发生起重要作用 血清胆固醇水平升高可导致骨密度下降 促进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并且胆固醇对骨代谢细胞的功能有重要影响 二、菠菜 许多人都不知道 菠菜其实是骨质疏松患者 非常忌讳的一样食物 因为菠菜里含有大量的草酸 而草酸在进入人体后会和钙质结合成大量的草酸钙 从而影响肠胃对钙元素的吸收速度 一旦患上骨质疏松 不管所谓的并发症有没有发生 都不可掉以轻心 坚持摄入巨木并安补钙才是最好的改善方法 并且要及时就诊 因为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容易出现腰背部疼痛 一跌倒 身高缩短 驼背 脊柱畸形 伸展受限 甚至造成脊椎 宽部 腕部等部位的骨折 严重时可治残至死 蔡东梅强调 骨质疏松是一种可防 可治的慢性疾病 但毕竟防大鱼质 如何防治骨质疏松才是关键 一、调整生活方式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持充足睡眠 适当户外运动和日照 戒烟现酒 防止跌倒等 在饮食上 多吃含盖量丰富的食物如奶制品 豆制品 海蝉品等 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如新鲜蔬果 适当摄入优质蛋白如蛋类 瘦肉 鱼 虾等 少喝咖啡和碳酸饮料如可乐 汽水等 二、骨健康基本补充剂 同时也要适当补充骨健康基本补充剂 包括钙剂和维生素D 蔡东梅表示 维生素D又分为普通维生素D和活性维生素D 普通维生素D是可通过晒太阳和食物中获取的一种营养素 而活性维生素D是一种抗骨质疏松治疗药物 及治疗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基础药物之一 可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 它适用于老年骨质疏松患者 以及肝、肾、肠、肠胃功能不全的骨质疏松患者等 三、药物干预 需要进行药物干预的有骨质疏松症患者 骨密度T值小于等于2.5和骨量低下的患者 -2.5T值-1.0 没有测过骨密度但出现过脆性骨折 以及在骨质疏松自我筛查为高风险的患者 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有骨吸收抑制剂 骨形成促进剂、其他机制药物、中程药等 医生提醒 这些药物需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骨质疏松患者在饮食上也需要忌口 有些食物可能会加剧病情或影响治疗效果 一、高脂肪食物如奶油、肥肉、芝士等 这类食物中的脂肪含量较高 摄入过多高脂肪食物容易导致体内酸碱平衡失调和钙流失 从而加重骨质疏松症状 二、高糖食物如蛋糕、糖果、汽水等 高糖饮食会使体内的酸性物质增加 这可能会促使骨組之中的钙流失 进一步加重骨质疏松 三、高盐食物如咸鱼、腊肉、泡菜等 过多的盐分摄入会导致身体内的钙流失增加 使骨骼更加脆弱易碎增加骨折的风险 四、辛辣油腻食物如辣椒等辛辣食物 可能导致体内热剩、加重病情 而油腻食物如肥肉可能助长湿热 影响脾胃的韵化功能 不利于骨质疏松的治疗 五、不易消化的食物如高粱面、山芋等 骨质疏松患者的脾胃消化功能相对较弱 不易消化的食物会增加脾胃的负担 五、不利于营养的吸收和利用 六、高蛋白食物 虽然蛋白质是身体重要的营养物质 但过多摄入高蛋白食物可能会增加体内钙的流失 从而加重骨质疏松的症状 七、含咖啡因的食物和饮料 如咖啡、浓茶等 其中的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 可能导致钙炎的排泄增加 不利于骨质疏松的治疗 此外,还要避免摄入酒精 因为酒精会干扰骨骼的正常代谢过程 影响钙质的吸收和利用 预防骨质疏松的运动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有氧耐力运动 慢跑 每天慢跑2000到5000米 可以有效维持和增加骨量 爆发力和耐力运动更能维持和增加骨量 在耐力运动中适当穿插爆发力运动 还可以预防疲劳性骨折 快走、踏车和登台阶等 这类运动可以刺激骨骼形成和骨骼吸收来自身体的营养 二、激励训练 每天练握力30分钟 对于预防手部的骨质疏松很有效 手部也是骨折相对高发的部位 这个方法尤其适合老年朋友 俯卧撑 骨质疏松的患者 如果年轻患者可以选择地面俯卧撑 每天做三次左右 每次做的个数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决定 年老的患者可以撑墙进行俯卧撑的运动 每个个数根据自己体力和耐力来决定 养我起坐 中青年人每天做两到三次 每次20到50个养我起坐 对预防大腿骨近端的骨质疏松有一定作用 三、平衡和灵活训练 舞蹈、太极等 这种训练方式是预防骨质疏松患者 在运动的过程中摔倒的重要方式 据相关报告显示 太极已经成为预防老年病最重要的运动方式 它能够防止宽部骨折的发生率 四、伸展运动 动态和静态伸展 中等强度的静态伸展运动 可减轻肌肉神经的张力 关节屈伸到一定姿势时 一定要保持10秒以上的时间 由于伸展运动运动量比较大 所以最好一周进行三次即可 不需要每天都进行此类运动 五、其他日常建议 无论是坐、站、躺 都应尽量保持腰背的挺直 坐着或者站立时要伸直腰背 收缩腹、臀或者靠椅被坐直 躺着时应尽量仰面平躺 枕头别太高 让背部伸直 床板不能太软 每天走五千到一万步 这相当于走二到三公里 能有效维持脊柱和四肢的骨炎含量 六、运动时间和频率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时间和频率 根据身体状况和个人喜好来制定 建议每周至少三到四次运动 每次30分钟以上